最新消息 来自缅北的新闻称 在国赶同盟军围攻老杰两个多月后 住房的缅军终于支持不住了 老杰缅军司令吞吞敏 协同南天门守军 共六名准将放下武器 带领2100多名缅军和1600多名家属 向同盟军投降 与此同时 随着缅政归军的投降 老杰剩余的2000多名武装电炸分子 也走出掩体向同盟军投降 缅军为什么现在才投降呢 这其实揭示了军方内部的危机真相 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 这里是妙文史 欢迎订阅观看 对于同盟军来说 俘虏这么多缅军士兵并不重要 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重要的是 同盟军缴获了大量装备 包括数千条枪 数十门火炮 大量的火箭筒 100多辆摩托车 还有40多辆卡车 和100多辆小型汽车 再加上电炸民团的武器 这些装备足够武装一个数千人的步兵旅 同盟军甚至可以组建单独的炮兵部队和装甲部队 更重要的是 拿下了老街这个基地 早在2009年之前 这里就是果敢同盟军的根基 时隔15年 又重新返回了这里 老街生活着15万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果敢族 或者说中国汉族 同盟军可以依托这里征兵 反正已经有一个旅的装备了 再招上一个旅的人就可以了 到时候兵力暴涨 甚至翻番 要知道同盟军刚出山 发起1027行动的时候 兵力还不到5000人 打下了老街 再加上这些装备 兵力甚至能够扩充到1万人了 据悉 免军投降的条件之一是 他们可以携带部分军事装备 带着他们的家人 撤退到西南186公里处的蜡树 该地是善邦北部最大的城市 也是免军东北司令部的总部 这里有上千名士兵还有缅北最大的空军基地 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 老街免军之所以投降 是接收到了来自内比都的命令 因为免军现在非常缺人 尤其缺乏一线作战士兵 能够作战的战斗部兵可能不到7万人 甚至更少 所以老街这数千人的部队 对免政权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 本来这些免军就如同瓮中之鳖 在同盟军攻入老街后就对他们断电断水 更是切断了所有不给 即使他们不投降 也会被同盟军一一吃掉 那对免政权来说损失就太大了 不如协议投降 把老街让给同盟军 然后和平撤军 对免政权来说 老街不算什么 还不如这几千人的部队重要 当然免军可以走 那两千多人的电炸打手可走不了 他们坏事作戒 不仅骗钱还杀人 必须要对他们进行审讯 自国赶军发起1027行动以来 已经有超过4 1万名的电炸分子 因1027行动被遣返回国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其实 在这之前 免军跟同盟军进行了多次谈判 但始终没有谈拢 直到2024年1月1日 同盟军攻向了老街市中心 而且取得了重大进展 免军的生存空间被一进步压缩 只能困守在据点之内 这还不算完 同盟军还依托地形的优势 在制高点上部署迫击炮 狂轰老街米线沟的缅军司令部 缅军被炸的都不敢出据点 最终在1月4日晚 向同盟军请求投降 并在1月5日进行了正式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老街之外 南天门也是对同盟军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 早在2015年上半年 同盟军曾试图夺回老街市 并占领了南天门 但随着缅军增援部队的抵达 进攻老街的同盟军势单力薄 最终退缩到了南天门 依托有力地形 硬刚拥有火力和兵力优势的缅军 当时缅军出动了两个师 在数十门火炮 十几架战机和攻击直升机的帮助下 强攻南天门 而同盟军仅有数百人 硬是扛了几个月 才被攻克 幸存的同盟军边打边退 一直退到了国境县附近 回想当初再看看 现在可算是出口一口气 缅北局势出乎人们意料 一是同盟军为首的三兄弟 同盟自1027军事行动以来 已若胜强打得出乎意料的顺利 二是原本威风凛凛的 敏昂来部队出乎意料的雄包 简直就是无底线至极 老街的三千敏军 在吞吞敏率领下集体投降 一群高级军官 在签完投降书 就兴高采烈地接受同盟军的宴请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公愁交错中 似乎忘了自己败军之将的不光彩身份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一群刚刚凯旋归来的将士 在庆祝大街 这里面既有国感带主吞吞敏准将 还有缅军国感军分区司令 末决度准将 第55师师长艾开准将 缅军第12野战旅 第14野战旅 和第16野战旅旅长等缅军高级将领 韭菜早已备好 将领们忙不迭地签完投降协议 就被直接带到客厅吃酒席 简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祝节大会 在开怀唱饮过程中 不是有同盟军将领过来敬酒敬茶 这些缅军将领 在这个过程中 脸上始终洋溢着轻松的笑容 丝毫没有紧张和羞愧的感觉 他们在此时丝毫看不出 他们曾经是威震一方 恐吓百姓瑟瑟发抖的将军 这样的饭桶军官 这样的无底线部队 难怪缅昂来部队总打败仗 宁昂来手下这些高级军官 连一点廉耻之心都没有了 部队又如何打胜仗 无怪乎人们说缅甸政府军 欺压百姓在行 行军打仗外行 由此也看出宁昂来军政府 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果敢同盟军采取这种敌对部队军官 接受投降 就有肉吃有酒喝 士兵有高额遣散费的做法 是一种非常具有艺术性的策略 他不仅展示了果敢同盟军的智慧 同时也为解决边境地区的矛盾 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通过这样的方式 果敢同盟军不仅能够降低 敌对势力抵抗强度 而且也有助于推动 缅甸全国政治格局的演变 在未来 我们期待果敢同盟军 能够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 为推动缅北的和平与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免昂来的军官降书 百余前面不改色 酒席摆上桌 吃喝补 没皮没脸 没底线如此 咽有不败之力 中缅边境的安宁 由于缅北冲突的爆发 面临着严峻威胁 近日 中方积极承担 区域和平建设中的大国角色 使得缅甸军队政府 同国敢 德昂 若开军在中国境内进行了和谈 目前各方的交火冲突明显下降 中方再一次展现了 卓越的外交手腕和影响力 缅军发言人 在近日表示 在中方帮助下 缅政府同国敢 德昂若开军在中国境内进行了和谈 就临时停火和保持对话等事项达成协议 目前缅北冲突交火明显下降 当前缅北地区的内战 已经在短时间内达到了高潮 缅甸北部和西部邦的军事哨所和城镇沦陷 直接威胁到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 此次冲突已经导致数以万计的缅甸人流离失所 给周边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带来了极大冲击 直接威胁到中缅边境的安宁 除此之外 电信诈骗一直是困扰缅甸地区和中缅边境的严重难题 近年来 缅北地区成为电信诈骗的聚集地 给当地居民和中缅边境的安宁带来了严重威胁 缅北地区的复杂地缘政治局势 也为电信诈骗提供了温床 加之缅北地区多年来一直处于动荡状态 缅甸军政府对少数民族武装控制区的控制权弱 这些地区治安状况差 监管难度大 更是为犯罪分子提供了藏匿的机会 电信诈骗集团得已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滋生 电信诈骗更是对中国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中方近几年不断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问题 前不久 在掌握相关犯罪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 中方公安机关决定对白锁城 魏怀仁 刘正祥等十名 缅北电诈犯罪集团重要头目 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坚决打掉犯罪分子嚣张气焰 同盟军正式攻入老街 四大家族首领已经不知所踪 敏昂来的手下大将吞吞敏 被同盟军三兄弟围堵 得不到补给 整整饿了三天 实在是扛不住 待三千缅军向同盟军投降了 这个时候 彭德然来了一招杀人诛心 请他喝酒吃肉 据悉吞吞敏投降回家路上 在瓦帮接受款贷 不容易啊 据传吞吞敏投降前已经饿了三天了 敏昂来的补给迟迟不倒 缅军完全没得吃没得喝 吞吞敏还是一个善良的大将 不忍看到自己手下一个个被饿死 选择投降 打不过就认输投降 把责任扛在自己身上 哈哈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是人情世故 是政治与大方向 目前 同盟军官网 已经正式宣告 果敢全境正式全面光复 果敢境内在五勉军 一兵一卒 吞吞敏是现阶段 勉军在果敢地区的最高指挥官 相当于师长的级别 是一个山地战专家 昨天 他率领米线沟和南天门的三千多名官兵和家属 没有选择硬拼 而是果断投降 保住了三千多名官兵和家属的生命 确实非常理智和勇敢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我们下期视频 对此来说 是有其他印象的 注册 您的注册